这我已经考虑过了 整个过程咱们丁氏都不老年 只要凯伦港进入最后的标的 他们就会找当地的律师社所 和评估公司 他们人生地不熟 当地的大公司和社务所 就这么几个 你只需要提前做好他们的工作 东江港那边有秦池呢 我们会第一时间得到消息 关键是 注意好保密 董事长 我怎么觉得这次 秦池对我们帮助力度很大 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了 秦池这次是想明白了 做完了这一单 他就去加拿大陪他的老婆孩子了 你看你看你看 又吃泡面 对身体不好 对啊 泡面也都是防腐机 多吃不好 有啥不好的 有婚有素 有汤 这自从如倩一走 你这一日三三也没个着落 行了 别婆婆妈妈了 说正事 海外资产收购的程序和要求 搞明白了吗 都明白了 中期海外港口的审批权限 报批程序 还有投资方式 都答应出来了 还有啊 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 这两个中介机构咱们怎么定啊 等老张跟老郭把标的定了以后呢 我们在当地找一两家 口味好 幸运好的可靠机构 早上的时候 我跟郭总他们联系了 他们现在已经完成了 对五家港口的考察 还差最后一家家国的台湾港 我今天见了赵副市长 新来的 他很重视我们的港口集团 催着我们加速收购的步伐 你也给郭总带个信 你跟他说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让他抓紧了 再等三个小时吧 等那边天亮了我就打电话 这段时间 卢倩姐不也在家国做调研吗 郭总张总去了 可以顺便见一下卢倩姐 她应该可以提供一些 当地的情况 是吗 这得联系啊 这肯定得联系啊 你看 一方面让卢倩也帮忙 帮我们做点工作 另一方面 也让郭总他们代表姜总 去问问一下 你看一个女孩家家的 在一国他乡 多不方便啊 不容易啊 真不容易 是吧姜总 这事还要向我汇报吗 还有要汇报的吗 没有 赶紧干活去吧 行啊 干活 行啊 姜总 等我跟卢倩姐联系上了 一定来跟你汇报啊 丁总 您找有事啊 不是不让你 你再次次去见秦海涛吗 你为什么去啊 我没有啊 丁总 别没有了 有人看见了 丁总 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您听我解释 我们从云南回来之后 我就一直在想 黄青爷的话是否可信 我左思右想 觉得还是应该去找 秦海涛套套话 所以才想尽办法接近他 我这也是为了要找金印呢 套出什么来了 我真有一个重大发现 就算今天您不找我来 我也是要来跟您汇报的 我去了秦海涛家里 在他的房间里面 发现了一个铜牛摆设 跟黄青爷描述得非常相似 真的 真的 牛肚子上面还有一个字 黄青爷的镜子 秦海涛说这个铜牛摆设 是他多年前在鬼市上逃的 我也觉得很巧合 但又不敢确定 所以就想先跟您汇报一下 看看您的指示 能弄出来吗 这个 秦海涛表面上 对这个铜牛好像不太在意 可是我也不知道 他是真的还是装的 我怕贸然去要的话 会引起他的怀疑 或者我可以 想别的办法把他弄出来 我们验一下就知道了 果然有魅力 这么短的时间 秦海涛的房间 你都来去自如了 那你快去办吧 一定要稳妥 丁总放心 就知道哪有所谨到的 没有 玉顾 哎 妈 妈 妈 爸找你 来了 老公 你们说是挺好的吧 我们都挺好的 你呀 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想你了 都挺好 都挺好 你什么时候过来看我们呀 会的 很快了 抓紧时间来呀 爸 想你了 好 空的日 谁在那里掉眼泪 还有谁 反得轻微笑还是无泪 爱着谁 不想让脸觉察爱的谁 又怎样 如何分清努力的方向 她的心 她的无形的眼神 她的美 她的五言一对 必然催 容不得任何后悔 不后退 寻找幸福真相 我们的路 可通往相同的地方 我们的爱 可有让指针停止的力量 最美的那树光 带来温暖的光芽 最爱的那个人 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样 海涛 上次我让你想的事你想得怎么样了 我们一起拿了钱到海外去 就比啊 晨宾 先不说这钱有张大富的一份 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绕开她挪动这笔钱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带走 我这家也在冻家 你说你让我一下子 把所有都撇下 我还真是得好好考虑考虑 你以前不常说 为了我什么都愿意做吗 怎么 到了对线承诺的时候 你就反悔了 我没有反悔 我是想 你看 现在你已经回来了 没有人认识你 我们在这里待着不是挺好的吗 海涛 我不能再走回头路了 我不想再被困在东江了 这里这么多人认识方秋萍 让我每天遮遮掩掩的生活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秋萍 别这么说行不行啊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别把死挂在嘴边上 你要是真的爱我就跟我走 我们怎么摆脱赵达夫把那笔钱拿到 赵达夫还不容易吗 只要黑了他的手机 拿到动态密码 我们就能拿了钱远走高飞 他这些年捞得也够了 他跟丁氏集团的那些猫腻 别人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吗 丁氏集团 你怎么知道 他跟他们有联系 老实跟你说吧 海涛 我因为偶然的机会 认识了丁氏的董事长 我整容和换身份 也得到了他的帮助 他们为什么要帮你啊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但你相信我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老公 你们那边现在是晚上吧 怎么样 时差倒好了吗 江总 这两天我们倒时差 都倒得有点懵了 不过还好 我跟老张呢 已经慢慢适应了 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们对签订的六个说过标的呢 都跑了一遍 最后选定了两个重点标的 两个 哪两个 目前我们确定的两个重点标的 到底就是赛国的德斯港 还有就是加国的凯伦港 这两个港口呢 都处于海上丝绸之路 近一带的延伸区域 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 后期的发展空间会很大 那其他方面呢 比如政治的稳定系数 当地经济情况 和文化差异等方面呢 这个江总您放心 综合的因素我们都考虑进去了 现在就要先确定这两个吧 至于具体的情况 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过几天呢 我们会带着乡亲的调研资料 待会儿去之后 再给您汇报 郭总 见着卢倩了吗 你等等啊 刚才还在这儿呢 卢倩 来了 卢倩 来了 大家好 卢倩啊 你这就不对了啊 你跟郭总这么多聚上了 也不出来主动打声招呼 还非得我们请了 太高冷了啊 就你话多是不是 来 我们吃水果 让他看得见吃不着 对 卢倩 你怎么跑到家国调研去了 你在外面要注意身体知道吗 我还要去很多地方呢 好 你们先聊正事吧 蒋总 这两天 多亏了卢倩给我们当枪导 帮了我们不少忙 今天 他可能有点累了 我们再向您汇报一下 我们打算呢 在这里多待两天 然后 进一步摸清楚了 开轮岗的情况之后再回去 好 那你们辛苦了 来 看什么 我脸上有花啊 没有 没看啊 蒋总 我看呢 等郭总和张总 把资料带回来以后 不管是确定的 一家还是两家标的 估计 你得要亲自去考察一下 我看啊 不如我们先制定好计划 做好准备 这样就减少了闲借的时间了 好 就要你说得办 海涛 这个工艺品我挺喜欢的 我是属牛的 你记得吧 要不然这个就给我吧 你想要牛呢 我给你买金的 买玉的 你要这破烂玩意干啥啊 我不要 我就要这个 你连这么个破烂玩意 都不愿意给我啊 你看你看你 我不是想给你送个好的吗 行 你喜欢就拿走吧 这还差不多 拿这么大个包 不知道他还以为你到我这儿打劫来呢 瞧你这个小气的样子 这不是你给我买的吗 我特意背过来的呢 好 我错了 不相信啊 不相信啊 人事的具体业务 丁总 他不是跟您一起做珠宝生意的吗 您是不是觉得 伊娜有什么问题 他这次来东江从头到尾都很奇怪 说是董事长让他来负责煤化公园基建的业务 可是他一次都没去过廖矿长那儿 倒是对秦海涛兴趣过于浓厚 秦海涛这个人我还是有点了解 虽说有点喜欢美女吧 但还是很精明的 这么短的时间 伊娜想把他收服 我有点不太相信 您说 他俩会不会之前就认识 不好说 还有 她说她是第一次来东江 可我怎么看着都不像 您需要我怎么做 从今天开始 你多留意一下这个伊娜 有任何蛛丝麻痹向我回报 好 喂 将军 对 早就不是姜局了 对 姜总 姜总 秦总 是不是八三洋案 有什么新进展了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伊娜 最近频繁在东江活动 并且和秦海涛走得很近 伊娜和秦海涛 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 这个伊娜就是整容后的方秋平 这方秋平和秦海涛是秘密情人 再加上 有那笔巨额的售美款的捆绑 这伊娜回东江 直问秦海涛也就不奇怪了 对了 宋处 我们还是要找机会 做一下这个技术对比 再最终确认一下这个伊娜的身份 这个容易 江总啊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 这个伊娜是丁氏集团的员工 丁氏集团在整个事件中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我们还没有搞清楚 还有你的前妻丁薇薇 如果丁氏涉嫌违法犯罪行为 恐怕她也难拓干系 宋处 于秦讲呢 我是不希望 也不相信 丁薇薇会烫这个浑水 但是如果事与愿违 你们也不用在乎我的感受 一切 依法行事 我倒是 有一个想法 我想让这个伊娜 和廖汉忠碰一面 你倒是上哪儿都别熟啊 别别别 这也不关门啊 不关门啊 快快快快 妈呢 广场舞 这多大的沉迷这个 不是 领导 你不会连这也管吧 一样想我啊 出人家 华公园厂房建的怎么样了 厂房 必须完美啊 帮你满意 我听说你身边来了个美女上司 真的假的 这你都听说了 办真办假了 什么意思 这人吧 他名字挺奇怪的 叫伊娜 从来没见过 这么神秘 你明信问过薇薇 没人管我我多自在 我问我有病吗 明信管你更应该自学 你高原这个下面接着干什么呀 下面 哥 你今天突然之间 这么有时间过来关系我工作啊 我后边好着呢 丁总说了 把监容集团的事情 陆续交到我手上 您满意了吧 您如果满意的话呢 我再玩剧游戏 别影响我 好 我先试试 您可以帮我一下吗 您可以帮你吗 您可以帮我帮我帮你吗 您可以帮我帮我帮你吗 您可以帮我帮你吗 一个学生 回生 向美国、读学生 并重男传统 我不相信你 我希望在中国的地方展示 一位朋友展示我每天 很棒 有很好的消息 很棒 你觉得很棒 很棒 好 好 我来 好 我要去 谢谢 再见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不是来自中国 是的 我来自中国 你会说中文? 当然 我在中国待了五年 太好了 所以你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吗? 不 不 不 我是一位律师 那你呢 你是调院这个海杆是为了写论文吗? 是的 你知道吗 我也在家大念过书 真的? 港口经济学 所以 你应该是我的师兄了 可以这样说 那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 他相遇姑志 是不是? 对 我们应该叫他相遇师兄 那师兄带你参观参观 行不行 好啊 走 走 来 各位 以上就是调研小组此次调研的全部内容 各位面前的材料里面呢 记载着各个港口的详细情况 材料呢 昨天就已经发给大家了 相信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基本的印象 我和张总以及调研小组的成员 在经过比较全面的考察分析之后 初步形成的建议是 赛国的德斯港 还有家国的凯伦港 都可以作为最终的候选 这两个港口的详细情况 以及优劣式的对比 也都在材料里面了 这两个港口啊 的确是各有千秋 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来说两句吧 看了这个报告啊 我做了仔细的研究 我觉得赛国的德斯港 可以列为第一候选 江总不妨可以先去考察一下德斯港 新总 说说你的理由 大家看啊 赛国的德斯港 距离世界上最繁忙的 国际主航线 不足二十海里 具备发展成为 国际中转深海港的 地理位的优势 这就很具有竞争力吧 另外 他们的报价 也很有明显的优势 赛国德斯港的报价 确实要低一些 但是我倒觉得 家国的凯伦港 优势更明显 从资料上看 凯伦港由港口连接的 经济副地区空间更大 投资环境也会大大优于德斯港 的确 我和郭总啊 在家国待了半个多月 深有体会 那里的人呢 沟通起来也比较顺畅 顺畅 去了两天 就赶上家国两次反政府游行 一天一场啊 这叫顺畅吗 我听说啊 西方的发达国家 这港口的收购和兼并 往往是因为政府的更迭 而被叫停 有这样的先例啊 但是德斯港实在是太乱了 管理混乱 我在德斯港 转了三个多小时 港口呢 有十六台桥调 能够工作的也就七八台 而且啊 集装枪堆场混乱不堪 抗案船舶押港严重 我还估算了一下 港区门口的卡车呀 堵塞了足足有两公里 我觉得啊 这管理问题 不是排除德斯港的理由 这恰恰是我们收购以后 就要进行了工作 加强管理 引进新的生产机制 这样可以扭转局面 提升效应啊 好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我呢 更倾向于老秦的意见 先到赛国的德斯港看看 再去加国的凯隆港 一伟 你把我们讨论的考察计划 再完善一下 争取早日出发 没问题 好 再会 这些天 真的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能够让我的调研顺利进行 哪里哪里 能帮到你是我的荣幸 你是律师 以前呢 又是学港口经济的 那您应该对收购海港很了解吧 当然了 我是这个方面的行家 真的 我已经帮助很多的港口完成过 我收购了 你看一下 这些都是我做过的事情 都是一些大项目 这也太厉害了 谢谢你的夸奖 是这样的 我任职的集团呢 正好想要收购一家海港 我最近呢 也在进行一些考察 如果我们真的确定了标的的话 可不可以聘请您 作为我们的律师呢 姐 我非常乐意 但是我手头正好有一个大新的因果案 所以才不能解别的案子 不过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免费提供资讯 真是太感谢你了 等我论文通过以后 我一定带你去中国 好好玩一圈 太棒了 你得说到做到 好吗 必须的 因为你说这个原因 都能不能解离 我一定要解开会议 都能解开会议 做到你当年隔日的 这局就是为了江河准备的 那太好了 丁总 那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不过 我还想提醒您一句 凯伦岗的局要做 但是德斯岗最好也要有所安排 最好让江河呢 印象深刻 毕竟凯伦岗是德斯岗的竞争对手 不能掉以轻心呢 放心吧 秦总 喂 江河 你没睡吧 没有 什么事 我听江涛说你有一个手下 叫伊娜被派去那个梅化公园 管竹唱坊的局限了 对 是有这么个人 怎么了 江涛那边有什么事吗 那倒没有 不是说这个江涛新来的上司吗 我就问一问 是江涛让你问我的吗 他那个人你想想啊 没人管他才好了 他能问你这事吗 伊娜是我叔叔调过来的一个人 不算是我的手下 就是偶尔帮我办点事吧 那他总不露面算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那么关心梅化公园的事啊 是不是这个伊娜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 没有 我就是随便问问 我也好久没见老廖了 要么这样 你哪天也叫上这个伊娜 大家一起碰一面 毕竟都是合作方嘛 可以啊 那你安排吧 注意 丁总 我跟秦海涛把童牛要过来了 至于里面有什么玄机 我就不知道了 还真有个镜子 秦海涛跟我说了 他之所以买这个铜牛 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字 想起了他舅舅 所以才一时心动 你把这个拿去给朱师傅 把它切开 看看里面有什么 好 你亲自盯着啊 好 去吧 丁总 这里面要是真的有金银的话 我们就这样从秦海涛那儿 把铜牛骗过来 是不是不太地道啊 这海涛还真是有魅力啊 你刚跟他认识半个月 就替他说话了 你放心吧 如果真的有金银 我会补偿他的 丁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因为了解您 怕您心里过不去 反正不管您怎么决定 我都按您说的办 辛苦你了 不管这次找不找到金银 我都会跟董事长说 给你记忆功 丁总 这里面要是没什么 您就别说了 老耳无功 我没脸见董事长 那就希望咱们这次 没白费时间吧 丁总 嗯 铜牛我给您拿过来了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不急 我今天约了 崖山煤矿的廖矿长 和东江港的江总 你也认识一下吧 马上就快要到了 这 丁总 这太突然了吧 您时间没跟我说 我 我今天没准备好 要不改天吧 见他们你还要准备什么呀 董事长让你来东江 不就是负责煤化公园基建的吗 你早就该见上廖矿长了 你这老壁这不见 人家都挑理了 怎么了 你还想躲着廖矿长啊 丁总 您说笑了 我怎么会躲着廖矿长呢 我主要是因为最近 都在忙铜牛的事情 这崖山煤化公园的资料 我还没有仔细地阅读 我怕这贸然见面 万一聊起业务来 我这儿露气了 这不是给丁氏丢脸吗 你不用怕 有我呢 再说了 今天就是认识一下 不会聊什么具体工作的 行 丁总 有您在我就有主心骨了 我先去洗手间补个妆 霉霉 骨来了 是 对 对不起 对不起 没事 这位是医总吧 对 伊娜 这就是廖矿长 江总 你们先坐 我去个洗手间 马上回来 廖矿长 咱们先坐吧 好 走 丁总 这个一总 一总怎么了 很疑惑 你像我一个故人 你认识 不好意思 她的眼睛长得特像秋平 那看来廖总跟一总 第一眼很投缘啊 那你们后面合作愉快 是是 丁氏的干将吗 肯定合作愉快 廖总还真是个深情的人啊 对方总念念不忘的 忘不了 刻骨铭心啊 这依纳 说她不舒服先走了 说改天再请二位吃饭赔罪 这也太实力了 没关系 反正已经见面了 下次再办事就熟了 廖总啊 我跟你说一件事啊 我过两天呢 要出国考察几个港口 如果顺利收购下来 你后面那个产品输出海外 成本就不好过了 那太好了 怎么办 海涛 我今天见到廖汉忠了 而且毫无准备 可能漏了马脚 秋平啊 你先别急 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今天去见丁薇薇 谁知道她事先约了廖汉忠和江河 我毫不知情 一点准备都没有 也不知道廖汉忠 会不会看出什么来 你别瞎想 毕竟在廖汉忠心里 你已经死了 你想想我 想想我见到你的时候的反应 廖汉忠绝对不会往这方面想的 我倒不十分担心廖汉忠 她是个粗人 怕就怕江河和丁薇薇起疑心 你说丁薇薇 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要见廖汉忠 是不是她知道了什么 你不是说 你是在丁氏集团的帮助之下 去整个容吗 怎么 丁薇薇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吗 她不知道 整个丁氏集团只有丁淮和她的助手欧阳知道 丁薇薇跟丁淮问过我的来历 丁淮没说 丁淮 对丁薇薇隐瞒你的身份 难道他们不是亲书职吗 你别问了我不能说 秋萍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事情吗 我是为了你好才不告诉你的 有这么严重吗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想活病就不要问 我难道还能害你吗 丁薇 海涛 我们不能再等了 要抓紧时间走 这依娜说得不舒服先走了 说下次再请二位吃饭赔罪 这也太失利了 喂 宋叔 依我判断啊 我觉得丁薇薇应该不知道 伊娜的真实身份 否则她不会贸然地 安排伊娜和廖寒忠碰面 我现在呢倒是有点担心 如果丁淮要知道碰面的事情 她会不会更加警觉 没问题 就让我们既定的思路吧 他们有动作最好 另外 我要去国外考察新的港口 可能要离开东江一阵子 你安心地去忙你的工作吧 这儿就交个专案组了 那辛苦送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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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吧 好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叔叔 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这就是英娜说的那个铜牛 我让人把它切开了 里面什么也没有 而且您看 这根本就不是古董 是一个现代做旧的工艺品 可是英娜跟我说 秦海涛告诉她 这个铜牛确实是一个古董 你那句子是说 英娜拿这个来骗我吗 有种心一转 有种情绪在蔓延 有种天地宽 有种无声誓言 难得殊途 荆棘开路 日夜渐程 冲得贪图 有种信念 有种结果叫永远 有种责任 有种力量叫承担 汇聚江河 心之水云间 笑看风雨 回望来世路 任时光都转转 身却美丽了岁月 任无唤醒意却 抑不了我的誓言 披心带愿 成容了岁月 几度春秋 江河换新年 让满墙热血的努力 得到真心鼓励 让热血沸腾的生命 换回一个奇迹 爱与天风 不该出众 沧海横流 才是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